好朋友们 请先来看这么一个题 说四名棋手两名选手要比赛一局 规则规定胜一局得两分 平一局得一分 负一局得零分 一看啊 每局总和都会发出去两分 对吧 四名棋手相互比 刚才说了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阶段 对吧 六场 所以总共应该发出去十二分 比赛结果没有人全胜 没有人全胜 那也就是说 不会有六分 对吧 不会有六分 并且每个人的总分都不一样 至少多少 几局平局 没有得不到六分 那最多就是五 那是不是五呢 试一下就行 那老师我不想试 不想试的话说明一下就行 比方说六不可能 我只要说明四也不可能 那就是能是五了 对吧 四 如果是四 那后边这些人最多最多就是三二一 对吧 最多四个人得这么多分 这总共是十分 那才十二分呢 对不对 所以第一名怎么着都比四多 要不然的话这分根本发不出去 对吧 所以最多分肯定这也是五分 好 一看五 你就已经知道了 这至少只有一局平 对吧 两剩一平 两剩一平 五分 就已经有一局平的了 对不对 我就至少是一个 那我就维持一个 别让它再多就行 先维持一个 只要有一个平局 出现了一个五 那就肯定会出现另外一个 二加一 或者零加一 对吧 因为总不能再出现一个五 对吧 所以要么是有一个零加一 要么就有一个二加一 那就有可能是比如说一个一 或者是一个五和一个三 对吧 如果一个五一个一 想想啊 如果一个五一个一 现在已经六分了 还剩六分 分给两个人 两个人 每一个人都得是个偶数 你要分个基础数 其他不一定有平局了吗 对吧 偶数还不一样 四号 那看这行不行呢 A B C D A如果是五的话 赢一场 对吧 赢一场 赢一场 平一场 五分 平的这场必须全输 因为他现在已经一分 对不对 已经一分了 他就必须全都输掉 输给B 输给D 这东西现在五分了 他已经一分了 现在他两分 他两分 对吧 他两分 他两分 然后发现 这个四 怎么办呢 你这随便输一下就行 然后他就变成两分 他就变成四分了 对吧 可以 五四二一 没有问题 第二个情况 其实这一本情况可以 就只能说明 就已经能说明至少一局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把第二个情况也试试 如果一个五一个三千 已经八分了 还差几分 还差四分 还差四分 那要么一三不行 有重复数字 对吧 零四可以 二二不行 又有重复的 所以只能一个零一个四 那试试 A B C D 赢一场 A赢一场 再赢一场 再平一场 对吧 平一场之后 平的人要再赢一场 因为他才这样 才会变成三嘛 然后呢 让这个人全输好了 对吧 全输 那这样的话 他就是零 这个人是五 这个人是四 这个人是三 对吧 也可以 就是你只要按照刚才的那个思路 就是像这种类型的体验 只要是用告诉你分的 基本上都要先去考虑 一场比赛下来总共发出去多少分 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个线索 把这个线索履清楚之后 就要知道发出去了总分 多少场比赛发出去总共多少分 然后把这个总和分费给各个排名的人 再去推理 如果是以前没学过的话 这个地方要简单的 就是简单记一记 或者是找一些题再来练一遍 这一类型的题 如果你去搜的话 它应该叫体育竞技类问题 或者叫体育中的数学问题 就这一类的题